疫情之后 随处一看走在街道 露出脸庞的人数变多 戴口罩需求减少 不过日前就有民众 发现口罩价格 回不去疫情之前 往上一看 美德魔术带50片250元 等于一片5元 而麦迪康同样的数量 150元等于一片3元的 以前我买过最贵的话是一盒 我记得是30片是700多块 现在好像是50片也才200块 就有了 所以目前的话 这样子的话还可以接受 可以啊 我觉得差不多吧 130左右吧 实际走一趟药局不挑选品牌 同样具备政府认证 成人孩童单核就88元 50片平均1块多 立体的或特殊一些样式 上面有花样的 这种的话可能会到5块 那当然如果民众可能要特别 就是说要某些品牌 比较知名的品牌 有可能它的价格也会到5块 那一般的话 其实现在大概在市面上 大概一片 大概都是在两到三块中间 其实是居多的 不是特别销售某些名牌的话 你可能会减到便宜 可能一片可能在两块左右 有口罩业者估计疫情之后 国家对减少 彰化成性口罩业者 过去单日200万片 现在则是单月200万片 还需开发其他仪材 疫情前跟疫情后 口罩的供应商确实 大概有减少蛮多的了 大概至少这个四成以上 减少这个厂商的部分 销售部分也是跟疫情前的话 大概也是少了 就是说至少有 大概三分之二 到四分之三的销售量 随着疫情趋缓 街上许多人耐不住高温 迫不及待拿下口罩 因此口罩需求逐渐降低 而目前也只剩下 医院相关机构 强制佩戴口罩 警官署在网上提出 透过进一步研议 有机会5月全面解除口罩令 新闻西间一家两海淀 台北常播动 经许多人 经许多人 依赖 Johann